陪小猩猩要做的一百件事 拍写真 高清无码 下个月小猩猩就三岁了 所以我们打算给她拍一套写真 期不期待 期待 到目的地了 翠翠现在正在选款式 选衣服 小猩猩自己选 你如果看到喜欢的 你就告诉我们 你说停 好不好 这个行不行 不好 这个呢 好 好 我要脑圆车 你要脑圆车 他是要车 我觉得这个不错 很素养 还弄屁股的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尺度太大了 这个呢 他只要老爷车 他只要老爷车 我发现小猩猩选东西有两个特点 第一 看到车就一定要 第二 不要黑色 衣服已经选好了 拿去消毒去了 坐着晚一会儿 那我们现在坐着晚一会儿 车上好开来吧 小猩猩已经睡着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儿子终于睡醒了 你醒了 儿子大爷 你醒了 儿子大爷 睡好了吗 好 那眼睛都是红的 你先清醒清醒 怎么回事呀 来来来 庄大还没回来 还在慢慢重启 好 我把这个鸭子送过来 你可以接受吗 一 二 三 冰 放不开 这孩子放不开 完全没有恢复状态 平时嗨到不行的 好 快开到妈妈的那里去 好 往我这边 加油 加油 看他这个状态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翠翠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你看你能从这里给妈妈丢过去吗 丢 哇 好帅啊 一个人拍照 两个人伺候 别 别什么别 我没拍你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小猩猩要酷苦了 要打马赛克 马赛克是坏人 马赛克是坏人 他以为马赛克是一个人 小猩猩好不容易 这套衣服 大概也就拍了三五张照片吧 哈哈哈 我估计后面选照片也算我过头 有没有理想 哈哈哈 你赶快去换下一套衣服 Soon after 换了一套帅气的衣服 我们现在到二楼了 小猩猩到二楼之后 稍微嗨了一点 哎呀 又一个小猩猩了 小猩猩放个片 我又臭不臭 哇 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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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竟然在拍床照 工作人员就在旁边一直逗她 一直逗她 好辛苦啊 小姐姐 哎呀 还害羞了 小猩猩好像很喜欢这个床 下半年小猩猩就要上幼儿园了 本来我们就考虑给她买一个单独的床 但是我们房子太小了放不下 我们努努力争取今年换个房子 这个状态比楼下的状态要好百倍 拍起来效率也高 你们换个地方玩吧 这粉色的背景 你是个男生啊 粉色的浴缸 哎呀儿子你能不能把粉色跳出来 换了一个场景 牙 那小猴蛋 你怎么不懂 我家来了 去去去去 爸爸 你太大了 哎 我来过来 好 我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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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 要抱啊 这些菠萝应该可以吃的吧 哈哈哈哈 你试一下 这个菠萝你吃一下试试 不要 你试一试嘛 不要玩的 好 抱着我 再来 哎呀 哎呀 你换个地方不行吗 你到这个角落来拍两张不行吗 你跟小熊坐在一起 哇 都拉住走了 哎呀 又下来了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场景 跟小猩猩的衣服也比较搭 就拍一张也行啊 你又跑了 恭喜小猩猩杀青了 我们去楼下换衣服 你还是自己还会一套说实 下一期点赞过按 我们就要伟哥吃柠檬 哈哈哈哈 吞爹 小欣欣在 一换衣服 不看不看不看 再看一眼 哎呦还没穿裤子 现在衣服已经换好了 我们准备去吃晚饭 辛苦啦 好你们也辛苦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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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去吃好吃的 累点 是不是不容易 我是觉得他们这些 跟小朋友拍照的太不容易了 真是说 我看那个女孩子就旁边一直在逗小猩猩 我看到都觉得累 各行各夜都不容易 拍照累不累 累 哈哈哈哈 好累好累 快好累好累 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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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